大家好,我是锦鱼 最近胃有点不舒服 小时候每当我胃不舒服 没有食欲的时候 我妈就会给我做鸡内筋粉 效果相当明显 朋友知道后要我教她做 于是就有了这支视频 在网上买了两斤鸡内筋 鸡内筋是鸡针的内皮 也是一味中药 刚买回来的鸡内筋挺脏的 还有一种怪怪的味道 需要反复清洗干净 先用开水烫 然后一片一片清洗 把里面的食物残渣清洗干净 筋膜也要撕掉 反复淘洗 直到水变得清澈 这个过程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 但实际上做起来非常考验耐心 每次做鸡内筋 就想到我妈以前做这个的时候 有多辛苦 然后在阳光下曝晒 如果天气不好 可以用烤箱低温烘烤 筛到这样脆脆的就可以了 下一个步骤是备炒 原方是用瓦片备 现在瓦片实在太难找 就用炒锅来备炒 小火慢慢炒 不要炒糊了 炒得变色就可以了 放凉后打成粉末 再过一遍筛 装平 每天吃一到两次 每次一勺 用开水冲服 或者直接吃都可以 这就是我的小秘方 记得收藏起来哦 胃胀器 胃酸多 都挺管用的 假如您正好需要 能帮上您 那就太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